防堵垃圾进入海洋 除了动员人力来浸滩之外 还可以从源头就减少垃圾量 桃园市海岸工程管理处 从2020年开始 在辖内老街西、新街西等 7处重点河川出海口 设置了拦截网 防止垃圾流进海岸线 而这两年下来 是已经挡下了1.5万吨的垃圾 海管处在重点河川的桥下 设置垃圾拦截网 从2020年起 已经陆续架设了7处 两年来已经成功挡下 1.5万吨的垃圾 拦截网分成了固定 或者是非固定式两种 当垃圾遇到拦截网 就无法继续流向出海口 可以防止垃圾进入海洋 它的最小目的是 一旦我们的河川中的垃圾 要树纽河下要进入海洋之前 我们希望能够用 垃圾拦截网的方式 把它拦截住 然后定期派我们人力 就把它垃圾清除 拦截网的主要功能 是阻断垃圾 继续往下游漂浮 定期有专人 穿着青蛙装 下水清理垃圾 进行回收再利用 主要是比较轻的 会漂浮在水面上 我们才会拦到 所以像一些 比较轻的铝箔包 宝特瓶这种 这种是我们常见的 常见的名声垃圾 那假如我们收集到的话 就直接 可回收的部分 就直接进我们的 海飞赛政联盟 去做一个回升再制的运用 那如果不可回收的话 我们就直接送 送防滑铝做粉化 七处拦截网当中 挡下最多垃圾的是 设在浦辛西的 非固定式拦截网 统计一年期间 就收集到 428.4公斤的垃圾 分析垃圾的种类 主要是保特瓶 塑胶容器 或者是铁铝罐等 其他也有 不可回收的垃圾 明年度海管处计划 在新设两处拦截网 后年再设置一处 减少河川垃圾 漂进海洋环境 明年度海洋环境